其他的小小細節 還有一些小小細節 還有一些其他的小小細節 像是我們這個上蓋是可以拆下來做更換的 然後我們搖桿的配置 我們這邊都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個人喜好調整 這個搖桿還有一些小小的細節 就像是我們上蓋是可以整個拆起來 那你上面這個圖形 你如果喜歡這一個不喜歡這一個 你也可以自己去做更換的部分 這個原廠的部分就沒有辦法辦到 白色就是白色,黑色就是黑色,藍色就是藍色 沒有辦法自己去做調整 還有這個PowerA這個上面的蘑菇頭 我們是可以自己去做更換的 就是我們喜歡這種比較長的不一樣的蘑菇頭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去做更換 那這也是在原廠的腰桿沒有辦法辦到 就是長這樣 那上面的蘑菇頭磨損了 你也沒有辦法輕鬆的去做更換 那這個PowerA如果磨損 你可能還可以去找其他的蘑菇頭 再來做替換 另外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真的是使用久 你才會發現的 就是像是我們XBOX原廠的搖桿 我們旁邊的這些接縫 另外一個細節就是我們真的要長時間使用 你才會發現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原廠搖桿的一個小小缺點 就是它的一個旁邊的接縫處很大很大 所以我們才貼這個膠帶 避免我的手汗啊 就是我們一直彎 上面就會看起來有一點污漬啊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長時間使用 才會發現一個小小細節 就是我們原廠搖桿 它所有的接縫都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才貼這個膠帶 因為我們長時間玩遊戲的時候 我們手汗啊 然後手上這樣子會殘留一些污漬在上面 我們跑到這個縫縫裡 超級難清潔的 那像是PowerA 所以我看這樣子的設計 清潔會方便很多 因為我們整個上蓋 旁邊的積縫處很小 然後我們上蓋可以拔起來 所以我們旁邊這邊小小縫隙的清潔呢 應該會輕鬆非常多 我們直接用衛生紙 就可以把這個勾勾裡面的髒污 全部清除 那我們這個Xbox 原廠搖桿 我們這個髒污就會卡在裡面 然後根本就清不掉啊 就是全部都卡在裡面 No way 那現在這個細節 就是我們要長時間使用才會發現 就是我們原廠的搖桿 我們接縫處 所有的接縫處都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們在長時間玩遊戲的時候 我們流手汗啊 然後我們做什麼事情 旁邊的髒污全部都會卡在這個縫縫裡面 非常難清潔 下一個這個細節就是我們要長時間使用才會發現的 就是我們原廠搖桿 它的髒污清潔非常困難 所以我才貼這個膠帶 把我們旁邊的這個縫隙全部 下一個這個就是我們原廠搖桿 我覺得一個致命傷 下一個就是我覺得原廠搖桿真的不是很優的 就是它的組裝品質 它的所有的接縫處都 下一個我覺得比較大的 下一個就是 下一個這個細節就是長時間使用才會發現 就是原廠這個搖桿 它的組裝品質不是很好 就是它的接縫處都非常非常大 有點像Tesla的概念 就是它的組裝品質 縫隙都超級無敵大 所以你在玩遊戲長時間玩的時候 流手汗啊 然後有些污垢卡在裡面 非常難清潔 你還要拿紙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清過去 所以我才把這個縫隙啊 全部用膠帶上貼起來 不是我想要讓這個搖桿長得比較特別 是因為它縫隙裡面全部都會卡髒東西啊 很難清潔 所以我才把它貼起來 那這個在PowerA上面 我覺得就是一個比較大 厲害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縫隙 第一個縫隙非常非常小 第二個就是它的上蓋可以整個拆開來 所以我們整個旁邊的清潔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我們如果真的卡污垢啊 手汗啊幹嘛的 我們用紙整個上蓋拆起來 用紙輕鬆的就可以把它清除 這個就是原廠搖蓋 比較大的一個缺點